CRP商品指数 涵概19种商品表现 其实今年来表现很厉害的 升成22% 如果4月打后到现在 都差不多升 超过10% 但是当中很多人会喜欢 独卖黄金 又或者是选贵金属 但是这一排其实前排 什么都会升 基本金属那些 大家都知道 每天都说升高位 但是这一排多人留意 比如黄金 黄金和白银那些 也很厉害 譬如今上星期 继续创这四个月高位 如果有客人问你的话 其实现在通胀买黄金 还是否合理呢 因为我觉得有时不是的 黄金很狡猾 最近才拿通胀这两个字来升 如果你看过去这两三年 你说有通胀 那你会吓人 那些人其实不会买黄金 他会买比特币的 是否有比特币出现 令到他不同了 是的 没错 其实因为他的选项多了 以前你就是商品黄金 现在再加上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 他就觉得哪些东西 会特别吸引资金去追捧 或者是人们觉得 这些东西其实也有效 对冲通胀 因为你通胀的意思 刚才我说了 你大量的 反腍的货币 对于有限的商品 那比特币就吃正这个 他推你什么 喂 我有限量的 我比特币都是2200万个 挖极都是这么多 原来这样 就好像那些古董 不会濫发 不会超过这个数量 会突然多了很多出来 令到我的价格就稀释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 这件事很好 也都因为过去这十年 那个全球的央行 都是在货币政策那里做事 那变成了这个比特币 就跟这个系统是独立的 你是影响不了我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 这个更安全 所以进去了 不过一般普罗大众 你买这些虚拟货币 其实就可能会心臟病化 或者你坐不定 各餐车跌下来都会跌死你的 那大家知道过去 就不要说太远 只是说这个 对上一个月之内 那比特币都一天跌三成 一天又升三成 那越多跌四成 是啊 没错 所以这件事也不是说 叫大家大众市民 就是说风险那个波幅承受到的 反而我觉得 譬如黄金你说它稳稳赚赚 那落到1700多 你买了它 或者1800元买 那现在升到1900 那都是由年头计到 现在都有10%的 那其实黄金的价格 就是2011年9月最高 1900差不多30元美金 那其实现在接近高位的 破顶的可能性 我觉得都相当高 我会想到 那是一件事 所以我会想到 那是一个 有点事 我可以想到 那是一件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